微软刚刚发布了Windows 1124H2最新版,新功能一个比一个受用。 比如人工智能助手Copilot可以以独立窗口启动,或者记事本直接调用Copilot。 再或者直接将Android手机变更为电脑的摄像头。 如何在线更新Windows 1124H2,并且一直保持最新版,可以第一时间使用微软发布的新功能。 点击开始菜单,点击设置,点击Windows更新。 点击即刻体验,点击链接账户,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 此处选择开发人员频道。 如果选择Canary频道,收到的更新版本号和开发人员频道的版本号是一样的。 但是前面提到的这些新功能,没有办法使用。 这个小妹已经验证过。 所以一定要选择开发人员频道。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更新设置并检查更新。 现在就可以实时更新Windows 1124H2的最新版。 目前这里的版本号。 开发频道和Canary频道是一样的。 但是微软表示后期会有所变更。 来看一下更新完成之后的版本号。 在系统信息里,可以看到版本是24H2。 来看看新版Windows 1124H2的人工智能Copilot。 现在,Copilot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窗口。 比停靠在屏幕边缘使用更方便。 更像是一个独立的软件。 但是该功能默认是隐藏的。 需要激活才能使用。 下载VivaTool工具。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区。 将下载的VivaTool压缩包进行解压缩。 复制锁在路径。 复制锁在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屏幕上显示的命令 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Copilot就可以从边缘变成一个独立的软件窗口 而且可以任意移动 演示新版 Windows 11直接将Android手机变更为电脑的摄像头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点击移动设备 点击允许此电脑访问你的移动设备后面的滑快开关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 点击添加设备按钮 打开手机上的连接至Windows 点击我有Q2码 扫描 扫描Windows上的二维码 输入屏幕上显示的验证码 允许所有权限 点击下一步 Windows上 点击继续 这样就完成手机的添加了 连接的手机允许Windows 11直接无线调用摄像头 作为电脑的摄像头使用 获取新的照片通知 当手机拍照或者是截图时 Windows 11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并且可以在电脑上直接编辑 比如拍一张照片 Windows 11马上就会收到通知 可以直接打开或者编辑 安装一个电脑端的微信 测试是否可以调用手机摄像头 这里肯定会有人说 手机版的微信自带摄像头 还用在电脑上调用吗 并不是所有视频软件都有手机端 而且在某些场景下使用电脑更方便 比如办公会议时 电脑没有摄像头或者是摄像头已经坏掉 电脑调用手机摄像头就派上用场了 现在已经登录电脑端的微信 打开手机上的连接至Windows 在电脑端微信上随意找一个好友进行视频聊天 电脑和手机端已经启动了视频控制 这是好友的画面 这是电脑调用的Android手机画面 而且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切换前置或后置摄像头 不得不说 这个功能真的很赞 最后如果您喜欢小妹的视频 请给小妹一键三连哦 再来说一个小的知识点 大家在使用Microsoft Edge的时候 有没有关注过右下角 这里有个剪刀图标 点击这个图标可以在屏幕上任意截图 它就相当于一个截图工具 而且截图之后除了可以添加矩形 圆形 箭头 任意图形 它还支持马赛克功能 这是很多出色的截图软件都具备的功能 但是如果微软内置的原生应用也有了这些功能 你们会不会直接卸载掉第三方的截图软件呢 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最后请给小妹一键三连